注意看 这个女人竟在男厕所撒尿 而旁边的男人却故意挑衅他 把尿撒在了女人的大腿上 竟然还摇了一下 女人的男友看不下去了 直接把变态男一拳打倒在地 甚至掏出手枪 想一枪杀了他 就在这时 厕所里的其他人都拉着这个男人 劝他不要开枪 然而变态男却抬起头 开始数他们的人数 数到了整整七个人 这时 变态男的朋友持枪进门 叫男人放下枪 谁知画面一转 七个人消失不见 只有一个陌生男拿枪抵着变态男 因为顾虑对方也有枪 陌生男性性离开 可突然 变态男叫住了他 这枪为什么不害得 而那七个人也再次出现 他知道我们 七死 原来这七个人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是陌生男的七种人格 而变态男是一个特异功能者 能看见所有人的内心 陌生男就是他的调查对象 陌生男名叫高志伟 是一名警察 最近被警局怀疑他杀同事夺枪 并用同事的枪实施抢劫 而变态男名叫陈贵斌 是一名脑回路清奇的神探 在看了案发现场的监控后 陈贵斌为了感受歹徒当时的心理状态 便开始模仿他作案 他跑到运超车前 对着警察就是砰砰砰 随后又跑进麻将馆 让他们全部爬下 而后又跑进便利店 脑海中想象出便利店员被杀实的场景 通过在脑海里模拟出杀人现场 陈贵斌清晰地知道 歹徒是两个人 抢劫麻将馆 但没有杀人的歹徒是一个人 抢运超车和便利店 大肆杀人的是另一个人 为了更进一步感受死者的内心 陈贵斌还带着好友何家安 来到了被杀警员王国柱失踪的树林 他准备活埋自己 借此来重现当时的场景 可何家安却要自己来尝试一下 甚至把枪和警官证交给陈贵斌保管 然后何家安就被埋了起来 谁知就在此时 嫌疑人高志伟出现了 他说自己的枪丢了 一直都找不到 原来他是高志伟的善良人格 在那晚高志伟杀死王国柱后 善良人格便一直迷失在这片树林中 得到了答案的陈贵斌 兴奋的一个人直接驱车离开了 他忘记了被埋的何家安 当何家安从土里出来 他找不到陈贵斌的身影 内心顿时慌张了 他立马跑到陈贵斌家里心事问罪 但敲门却没人回应 突然他看到了一个人影 在陈贵斌家里 于是他从外面爬上二楼 谁知他刚一进去 就看见了一个女人 在用枪指着他 女人是陈贵斌的前妻 他这次回来 是精神病科的医生告诉他 陈贵斌已经半年没吃药了 发现同事是精神病患者后 何家安开始害怕了 也开始不相信陈贵斌了 与此同时 陈贵斌正在餐厅里 点着那天高志伟一样的饭菜 想从中寻找灵感 然而直到他吃土 都没有找到灵感 可突然 外面几个南亚人打架的场景 让他想到了案情的关键点 他立马赶到高志伟的警局 翻看高志伟最近调查的案件 发现他最近调查的案件 都和南亚人有关 还得知他们这里正在检查配枪 但是检查得非常随意 可当陈贵斌在翻保险归时 高志伟突然回来了 他发现有人在调查他 便躲在一旁偷看 而陈贵斌浑然不觉 却拿着一份南亚人的资料 静止离开了 当天夜晚 陈贵斌再次来到了 王国柱失踪的树林 这一次他要把自己活埋 王国柱失踪的树林